有民眾從東流線要搭乘船隻到小琉球 就在台灣海峽的海面上 發現了鯨魚的棕魚 而且它的體型相當的大 先帶您看看 這個民眾所拍攝下來的影片 可以聽到現場是驚呼聲連連 因為這個鯨魚還有噴水 那麼由於拍攝的時間點 就距離閃電颱風來襲的時間非常的近 也因此民眾說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才有辦法看到這個鯨魚 而也受到颱風影響 在今天東流線要前往小琉球的船班 其實都有做調整 那麼包括東港它往小琉球的末班船 是在下午一點 那麼另外小琉球回來本島的末班船 是在下午的一點半 那麼在明天航班的部分 9點前是停航的 而且9點過後 會來試海上看要不要來負航 而在今天其實也因為海上不好 也因此要前往小琉球的民眾 其實心情上都有受到影響